行吧 男生的意思是见面少是吧 对 那怎么办呢 怎么解决呢 天天去解决嘛 天天接 你有规划吗 现在我是专科 我想专生文 然后这个家企 我正学习呢 然后呢 然后工作 跟他一起工作 跟他一起什么工作 这我还没想好了呢 女生都说了 说我要开一个咖啡店 跟我的男朋友 这哥们说我还没想好 挺逗 你们俩啊 只有半年是吧 就这么点事吗 他就报复我 他白天的时候 就是跟小姑娘聊天 有一次吧 就是被我看见了 就是我无意 他微信响了 我就看了一眼 然后那天 是这个情况 他报 给我做了炸鸡块 然后送到我幼稚园 然后本来我挺高兴的 就是男朋友 给我送爱心午餐了嘛 然后小女生嘛 就发朋友圈 我就说男朋友 给我送来爱心午餐 回家之后我就发现 他把那个我朋友圈 那张照片发给那个女生了 他就跟那个女生说 在家做鸡块呢 怎样怎样的 然后那个女生就夸他 这好 那好 哪都好 然后我就问他 那女生是谁 他说不认识 你是多寂寞呀 啊 你做个鸡块 也要全世界都知道 不是 那你说他天天上班 我在家待着 我也愁啊 我看不见他 我也闹心嘛 你闹什么心呢你 看不着他嘛 怎么 我心里也别 你知道吗 我一天什么也不干 我也不玩游戏 在家待着就看天花板 然后等他回来 不回来也 哎呀 你没有他的21年 是怎么过来的 我也不太清楚 怎么过来的呀 那时候也不认识他 反正我也是在乎他嘛 哎那你跟别的 不认识的女生 说你做鸡块干嘛呀 我那时候显示报复他 这是什么报复呢 没听懂 就是嫉妒心 你知道吗 就是他能跟男朋友 男朋友 我也得想办法 我跟别人说说话嘛 别人搭理你了吗 哎呀那玩了嘛 就没搭理他 他还搭理他的 全 就是现在小姑娘 都不太矜持 就搭理他就算不矜持 他夸他 说什么呀 就说他什么 手一好 这个好 那的好 以后对女朋友 肯定好什么的 怎么回答呢 说我就给女朋友做的 他没说 他没表现出来 他有女朋友 那我表现出来我有女朋友 你还跟我说话吗 本来就不爱理我 好